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代表吴亦山的名 欢迎浩铭来到吴亦山 谢谢 你要不要现在来试一次 咱们试一下直播的内容 可以来 大家好 我是方浩铭 是你们的阿拉伯朋友 今天我来到这里 就想给大家介绍吴亦山的茶 我们需要几秒老师 正常的话就五到七秒就好了 已经过了 叫什么老师 橙黄透亮 总之好看就行 好喝 就一句话 喝完以后你就感觉你来到吴亦山了 我来之前已经了解到你是做直播的 我就想过来今天跟你了解一下你的工作日常和你的个人生活是怎么样的 我们今天早晨就开始采茶 采茶的几个基本要点 天朗细情可产 世卫生死可产 不脏露水可产 还有一个是恰到好处可产 说到这个恰到好处 也跟这个也有点关系 因为真正的时候遇到茶叶生长到一定时候的时候 即使下着雨 我们也要把它再产生下来 如果再不产的话 茶叶就不要老了 既影响产量也影响茶叶的品质 太讲究了 非常讲究了 然后早晨采完茶之后 将茶叶送到茶厂去加工 加完工之后 我们就回到家里 在这边做个简短的直播 给大家介绍介绍 老师我很好奇一个问题 你做了多久 直播我们只做了两年 我们也是像一个学徒一样的感觉吧 做进来 自己不断的努力 认真的学习 改善 同时最重要的就是宣传推广 说大一点点 是把中国的茶文化 推向给大家 推向给你家乡的来 很棒 接下来网上的时候 我还有一个很神秘的职业 什么呀老师 你猜猜 你能猜得到吗 猜猜 做直播 你说还能做什么 我不卖光丝了 我呢 还是一名印象大红包的正式员工 一名舞蹈演员 这个演出他的创意 是我们张艺某的导演 文长歌 黄乐 根据武夷山的山和水 还有茶的演化相结合 因为处于这个独特的地位置 他们就想了一下 把所有能看见的景 都把它变成舞台 这个创意就长了 我演的是一个竹林仙人的角色 这个节目的创意是怎么来的呢 武夷山有个传统节目叫豆茶 我和另外一位书生 竹林当中推杯晃长 看看谁家的茶更好 老师 你刚刚是不是演了两个角色 对 我演了两个角色 我好像在下面看到你 对对对 真的非常巧 对 那个节目呢 是我们的一个新节目 叫做一个小视剧是《茶录》 主要的内容就是我们的成员 不仅是在遗伤 更是向中国推 向世界推 那演出给你们带了什么 我在印象当中 我已经带了工作14年 我觉得我的自身价值得到了认可 来到这边之后 跟我妻子认识了 然后呢相知相爱 然后呢结婚 那老师你的整个生涯 感觉都在这儿摇过 在武夷山呢 我们的生活就是离不开茶 所有的事情都跟茶戏戏相关 不论是我们做茶还是卖茶 还是说用表演的形式去演绎茶文化 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看见它 喝到它 爱上它 这是我们每个武夷山人的愿望 武夷山人的工作和生活都围绕着茶 让我对茶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原来茶文化可以有这么多的表现形式